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自從惡靈古堡8釋出了第一支宣傳影片之後 相信許多粉絲們都很期待它正式上市的那一天吧 不過就在近日 竟然有一款名稱非常相似的作品 在Steam平台上推出咧 難不成真的是官方人員不小心偷跑了嗎 嗯 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簡單喔 有許多粉絲的惡靈古堡系列新作 惡靈古堡8 原預計在2021年於PS5 Xbox Series上推出 但近日在Steam平台上 卻出現了一款名字相當相似的作品 Biohazard Village 遊戲一樣是款第三人稱的恐怖射擊遊戲 但畫質並沒有那麼細緻 且如果各位有注意看的話 製作廠商也不是卡普空 而是一家名叫Forest Games的遊戲開發商 作品在上架不到一天的時間內 就遭到了Steam下架 或許是遊戲名稱真的跟惡靈古堡太像 或是其他原因 總之如果各位粉絲想要玩到惡靈古堡8 真的可能還要再等等 不要看到名稱很像就以為是真的 不然到時候下載下來 發現不是想玩的遊戲 那還真的很浪費時間呢